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语品质之点 成语健康之路 有爱有缘有三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今年6月就让年满60岁的功课 曾经是一位电子工程专家 早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和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 后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位置副校长 2006年他调任天津大学任校长 5年后的2011年 他又被调到与天津大学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担任校长 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全国人大代表 国内知名大学的校长 近年来 功课关于教育改革 院校建设等方面的言论和心得 托受媒体关注 功课出身于一个名人家庭 祖父龚颖兵 同是中共党内早期银行家 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新工业部副部长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父亲龚玉芝则是党内理论家 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党校副校长 但对于功课本人来说 虽然有这样的家庭背景 但他的成长和求学之路也并非那么一帆风顺 在接受树立时间采访时 话题就从他自身求学之路攀起 原先是等于说你的家庭是一个文科背景的 你父亲也好 不对 可能大家看到我父母现在可能比较多的文科 但是他们都是清华的理学院 真的 我父亲学化学的 真的 我母亲学数学的 那你爸怎么不搞自然科学呢 其实他有他的回忆讲 他实际上是当时在清华的时候 因为他们本来也清华地下党 所以当时中宣部成立科学处 要制定科学政策 我看你上的是北京工学院当时 对 我的选择其实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我是这样 我是文革的时候 等于就辍学了 当时我是景汉学校四年级的时候 停科脑革命 但是开始特别开心 到后来发现不带对了 一停停十年这个事情 那么我后来六八年复课以后 我们就算初中了 对 你们稍微上了一点 对 就你们那么大的 但是我们这个初中 有清理学习队伍 有这个等等 还有我们自己上讲台 学语文课 学功读兵 豪言壮语 毛质语录 这个我记得当时数学课还有 但是这个物理化学都没有 叫什么呢 叫功能业基础知识 这个反正基本没学什么东西吧 那你们上完高中的吧 你们 我觉得你们 没有 我们上高中 对 我当时初中毕业 就我们当时没有高中 北京有两届没有高中 就是69和70 但是呢 我们这个70届也很幸运 就是当时这个实行 四五计划的时候 有一批招工 所以我们就进了工厂 我进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工厂 可能现在在中国工厂里 最有名了 798厂 就现在最有名的798厂 做了什么 做备服的 做备服的 这个微波车间 是为我们的雷达和远程通讯 做配套的 这是我后来选择工科 选择军工院校的这个原因 那你然后怎么渐渐地转行 我记得你还到国外去学过 然后我当时我决定出国学习 而且是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整个给我自己的定向 是要做科学家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定向 那么回国以后 当时还有科技干部局 国务院科干局在那去报道 报道的时候曾经 我有一个offer 就是做科技外交官 但是我当时很快就把这个卸决了 因为我是想做科学家的 我不是想做这个 所以为了进一步的 做好做科学基础 所以我当时都没有选直接入职 我选了做博士后 想去清华 因为清华当时的 整个的科研平台真的是比较好 我去了解有他做的项目 他的这个平台 这个都是不错 再加上我的父母 曾经在我上大学 他们是希望我报清华的 但是我觉得我得学军工 因为这个军工可能 当时感觉好像比较 因为你七九八厂的情节 有点情节 所以当时没有选进化 那你的实际上的专业是什么呢 无线应该比较宽 你现在叫什么电子工程 现在那系 我实际上是天线和微波技术 后来我从这上的走到了 无线通信 这是我的专业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当时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我们叫微波与数字通信 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在我们清华的 我就参加了他的工作 大概1992年的时候 从这个几年以后 就系里以后 就希望我做系里的副主任 后来大概就被清华 当成了培养的对象 干部 对 就是还参加了我们当时研究生院 我还做过研究生院的副院长 我真正变成比较专的 转了我的项子 是七八年底的时候 到清华做副校长 这个就是 七八年 不是 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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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八年底的时候 清华的科研处长 之前你都是讲课的 都讲课做科研的项目 在这之后 仍然有点课和科研 基本上都是收尾的阶段了 这个对我来说 这是真正的转折 是出在1998年 从科学家转型为教育家 那时候也没想到那么多 说是做教育家 还是想不到 但是这个担子确实非常重 对我来说 而且在我的观点 如果一方面 我管着清华的科研 一方面我自己做的 很多的科研的话 对 这是不是有点 利益冲突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 逐渐收尾 转向科技的管理工作 这个当时是 既然应成了这件事 恐怕就这么做 其实你算是第一批 回国的博士吧 对我87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功课曾表示 在自己的校长职务后 加副部级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希望加快高校去行政化的步伐 他认为解决行政化问题的关键 在于大学内部权力分配 要保证教育权 学术权能够独立于行政管理 这些年一直在听说 这个高校要去行政化 就不再搞什么部级 副部级这些 怎么到现在还在搞 在高校去行政化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是社会 包括学界有高度共识 我没有见过什么人说 我高校就是要行政化 但是去行政化 并不等于去行政管理 这是两回事 行政化是指了行政管理的模式 泛化到了 其实我认为更准确一点 词可能是去官僚化 会比去行政化 更贴切一点 我们不是官员 非要给我们确定一下官籍 这件事 它有它历史的原因 可能是我们的领导 发现高校的一些领导干部 不受重视 在我们一个 非常行政化的一个社会里面 他们往往缺少必要的发言权 所以我知道 是当时的教育的主管领导 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为一部分高校 争取到了这样的一个级别 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应该是两千年前后的时候 争取到这个 很不容易下的功夫 那么它的本意 是让社会尊重大学 让大学校长的声音 能够在政府 尤其是政府部门里头 得到重视 这个意图肯定是重要的 但是这种方法 是一个按着行政化 迁就行政化套路的 而不是说打破我们这个行政化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你作为一个学校这样一个机构里头 你的里面的学术的治理和行政的治理 要适当的区分 相互的配合 而且用不同的体制和模式 才进行这样的学术治理 而不是用行政化的 简单的下级服装上级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行政模式 来去管理学术 行政治理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但学术治理的结构 在中国大学 您设想的是什么 它实际上有很多国际经验 也有我们自己的很多实践在做 它就是要由教授来治学 但是教授来治学 它也是采用了现代民主中代一致的 它是由教授推选出它的学术委员会 这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做了 各个学科的教师来推选它的代表者 来组成这样的学术委员会 这样的就是将来它行使权力的时候 它有了一个民主的基础 那你怎么界定它的权力 关键就是它的权力是什么 按照现在高教法的规定 它是咨询 评议 审议的权力 比如说学术的判断应该由谁来做 举个简单的例子 聘教授 教授的学术标准是谁来把的 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 它是不是具备这样的学术资历 包括现在有人捐绝说学术不端 是吧 它到底是不是学术不端 或者如果它是有学术师范的话 到底是什么程度 那么这是学术委员会判断的 现在这些权力都交到了学术委员会 但是更重要的权力交到学术委员会 是学术资源配置的权力 在这样的问题上 一般比较好的国际经验提供给我们的 叫共同治理 它共同治理不管是 它是行政人员和教学学术人员的 行政共同治理 而且它的共同治理还把学生因素引进来 学生在大学里头 它是一个成熟的学习者 它是成年人 它不像中小学 它是未成年人的教育 它是个成年人 所以它有它的利益诉求 然后它又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者 所以它在里面来参与 目前我们高教法 规定了教师的民主参与 还没有规定学生的民主参与 而我们这两年的实践 我们自己的章程 把学生给放进去了 教育改革的规划纲要 也把学生放进去了 但是目前还没有法律地位 Share的也包括学生 也包括学生 它也要参与 它作为主题 我们现在讲的是五个主题 就是行政主题 当委 行政 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是学术学者的代表 然后教授工代表大会 它是全体教授员工的代表 还有学生代表大会 就五个主体共同治理 那南开在共同治理上 是不是走得比较远 走得远谈不上 这个可能有比我们做得好的 但是我们在努力地构建这个 我们基本理念就是 我们把这个学术治理 看成一个 横纵两个方面的结构 就在横向 我们现在着重做的 一个现在大家有时候 在经常说的一个党委领导下 校长负责制 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 无论是党委领导 还是校长负责制 我们现在强调的 他要抓大事 他不能事无巨细地 什么都放在这个地方来管 在我观察 任何一所大学 我看到的好的大学 哪怕它是私立大学 它的顶层一定是集体决策的 我没有见过 在什么地方 只有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这样的好大学 党委会真是这么构成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一个集体领导的构架 他管什么呢 管最大的事情 管最重要的人员的任命 管最重要的 你这个budget 这个怎么分配 管你这个办学的基本的形式 你的学制 你的专业的总体的设置 他不要管太多的具体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 让他重大的事项 重要的决策 大额的资金 重要的人员的任命 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是 把一些琐碎的事情 交给这个行政 但在这里面 我们要努力把学术事物 剥离出来 交给那个学术委员会 这个我们现在 这两年我们努力在做 今年我们要进一步修改 我们学术委员会章程 进一步明确 我们想建立一个 按照我们的章程 以学术委员会为最高的 学校的学术治理的一个体系 科研与教学是高校的两大重要职能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然而国内高校 重科研 亲教学之风盛行 对于众多大学而言 能够体现学校整体水平的 不是教学成绩 而是科研成果 不合理的科研GDP评价体系 导致了一些高校科研 功利化和教学荒废化的趋势 也成为高校教学与科研改革 评价体系与用人机制改革的 难点之一 我觉得现在高校好像就是 想的比较多的就是 第一是拿项目 一搞科研 然后怎么达到国际水平 和对科研的重视 好像超过教学 确实有这个形象 大家在谈到学术水平的时候 在谈到了所谓世界一流的时候 比较多的用一些硬指标来衡量 对 那么这些硬指标 比较容易衡量的 是学术的发表 这是一个国际上比较公正 用学术发表来代表 你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 而学术发表 它那个成果的取得 它是科研活动的结果 所以你一定要有 高水平的大量的科研活动 才能获得到这样成果 这个导向是确实非常强的 我感觉就是 今天很多人都说 你们怎么建世界一流大学 我就说世界一流大学 前两个都是形容词 世界可以识词 在这个地方是形容词 它这种识词是大学 所以你世界一流 你毕竟是一个大学 我不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公司 世界一流的餐馆 世界一流别的什么东西 或者是研究所 是一所大学 这个大学和餐馆 和研究所 和银行 和公司 和政府 和军队 不同在什么这样 大学还是为了培养人的 所以大学从事科研工作 我的逻辑就是 大学要培养人 这个培养人 主要靠两件事 在高等教育 一个是教学 一个是科研 不能只说教学培养人 教学培养人的话 他很难培养创造型人才 因为他一定要在知识的应用 在面临实际问题的时候 他发现 这个现有的知识 和实际问题 有差距的时候 他就设法 创造新的知识 去解决现实问题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科研的过程 这个过程 在大学里非常重要的 大学从事科研来培养人才 两百年前就已经 成了一个规律性的认识 是普遍被认可的 所以你觉得教学和科研 其实是可以并重的 关键是培养人才 这个目标是不可变的 对 关键是这一点 所以在谈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想想 这大学是什么 在把这个事想清楚以后 我就知道一流那个方向 向哪去了 现在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走的一定路程以后 忘了为什么出发了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 很好的反省的 我觉得现在 就是我们如果有战略定力的话 能够不被那些个 形形似似的排名 去受到干扰 这点是对我们大学的 很严峻的考验 尤其对大学校长 很严峻的考验 因为我们一旦排名下降 你就不知道 我们内部的学生 我们的校友 我们的家长 给我们多大的压力 只要有一次 难开又下滑了 这个好家伙 这个压力会非常大 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个排名 哪个排名都关心 哪个排名都不能下降 任何一个排名下降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这些事 而且我特别担心 政府最后也砍排名了 是吧 现在确实没有哪个排名 是政府做的 但是如果说政府 把这个作为绩效 来调节资源了 那更加了 那我们对我们来说 这个排排之明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制定 互联网家的行动计划 将新兴互联网技术 与传统行业相结合 而名为木课的网络课程平台 则成为互联网 加教育的典型 如今网络教学手段 在越来越多的 中国高校中得以普及 功课又是如何看待 网络教学给传统教育体系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呢 我们想问问你怎么看 这个网上教学的一块 你怎么看 网上教学 我认为这个叫高度一级重视了 我认为它最大的优势 我理解的最大的优势 还不是提供的灵活性 最大优势呢 它是充分发挥了学者的 就学习者的主动性 就是你一定要学 你才会去看这末课 又不是我规定你 你要去学的 如果这末课的课 我们搬到学校里 变成学校规定的课的话 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所以它转变了 学习里面的学生的那个角色 就是我认为它 极具意义的这件事 那么在这个一项 它的灵活性等等等等的 才能展示出来 但是呢 它又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它就是 它这个face to face的交流啊 还是 还不是说网上交流 完全可以替代的 特别是在校园里 一批优秀的学生 和优秀的学生 一起面对面的 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形成他们这种合作的关系 这样的一件事 在网上 如果能做到的话 也比校园里困难多 它可以跟社交媒体相结合 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对 能起到一些作用 但是呢 比这种面对面的这种交流 就是直接发现到 我们的性格合还是不合 在这个性格不合的时候 我们怎么磨合去调整 直接发现你这个 除了这个在数学解题上 其他的一些的长处等等 其实这个校园的学生最重要的 一个一个 为什么要上优秀的学校 就是 学生之间的竞争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这个作用 这个不是轻易的在 在MOOC 能够解决 那您觉得就是说 您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果把MOOC 这样一种技术 放在学校之内的话 它的效果可能还是有限的 把它做一种 就是不能简单的纳入我们必修 什么这样的 就是MOOC如果进入学校的话 把这个以学 对促进以学为主 是非常重要的 它引起我们的模式极大的改变 就是比如说 我星期三上午9点到10点半 上这个 你刚才说的数据科学这门课 然后我这课我不讲了 大家看MOOC吧 这效果 这个可能还不如我去讲 学生很高兴 可以不上课 玩上去玩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些在网上 我规定学生要学习 然后我可能整个的教育计划 已经不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在那排 而是要整个适应这个 然后把我们的MOOC教师 叫进去 把这个在校园环境下 学生的共同讨论 探讨给带进来 那可能比它远程的上网 可能会做得更好 但是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变革 它整个是一个教学模式的变化 教师角色的变化 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但是我本人很想推进这个东西 但是这事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的体会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两类人 一类人就是明确的知道自己想学什么 这就比较像职业教育或者实用的课程 一类是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 他能够自己组合自己的课程 这些人可能更像一种终身学习的人 也就是说可能他针对那种职业的教育 或者针对那种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人 可能会更大的好处 但现在的大学生不见得都是这样的人 说到底不可能代替大学教育 对吧 只能去补充作用 现阶段是这样 在将来谁知道 有没有替代的可能吗 我觉得前景应该是融合 就是它的大的框架 是一个终身学习体系 在终身学习体系的不同的阶段 它每人的角色分量会不同 可能越是大学后的阶段 它的分量会更重 但是并不排除 它在大学前 大学中 就能进入来 所以这么多优秀的资源摆在那 其实不光是国外的 我们学校也有很多课程 我们学校课程 比如说我讲的课程 在其他老师用的时候 它也不见得那么方便 它就能用得上 因为它还有自己对这个问题理解 有它的风格 也有教学变化的时候 一个过去的课程 其他课程的匹配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么它一个现场教学的教师 它有它相当的比做好的一个课的灵活性 所以这件事情 我的感觉 我们认识到它真正合理的东西在哪 我认为它真的不见得特别大盘 特别有名 我是不太迷信特别大盘的 因为它大盘往往不是讲课讲出来的大盘 但是它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 所以这个不那么大盘的 可能也有它 所以我们是主张要多看一点 这个创作人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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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